請林露寶議員執行 謝謝大衛主席蔡務議長 豪雄市市長、陳菊市長、副市長、各局處所長、記者小姐先生 大家安安、大家好 我今天有一個議題 首先是一個教育政策的問題 要請教我們高雄市政府和換局長 因為這次老調重壇 以前我們韓國大學生過剩 政府鼓勵高中生直接就業 這是在2012年8月 他們的韓國總統李總統 他出來直接呼籲 呼籲南韓的高中生 先找工作不用著急進大學 這就是因為為什麼會這樣 他認為說他們的大學 升大學數高達72% 但是在台灣比較少 但是他們的工作 他們的工作 要讓大學生 一定是氣氛 首先 需要的應該是他們的平常傳統產業 所以說韓國政府為了解決問題 讀管局下 包括鼓勵中學生 繞道而行 不上大學 直接進入社會 韓國總統李明博也提出 他還有教育膨脹的問題 簡易委員大學生過剩的計畫 所以說他放工他們的高中生 馬上進入赤賞 所以說那天 因為就是我看到我們的剩主席 我們蔡總統 在那個18年以外去出的佈著 他有說 他拜託18歲的青年先工作 政府設立專戶 他的意思是因為他有去 拜訪到我們的產業 我們的產業也在他歡迎 因為我們傳統的產業 不足 所以說 那個安副總統 他就說有一個想法 就是18歲以下年輕人 先投入執長再去進修 政府幫這個年輕人設立教育 教育的專戶 做一個教育的專戶 雇主和他們自己都撥款 幾年後這個比起來 就可以成為教育基金 這屬性很好 第一 除了我們的學生 他們免負擔 那個背負責 背負責 還有一些 做工會 做幾年後 也比較清楚 自己在想什麼 也當從一些 職場的實務訓練 知道 我要走哪一個方向 所以說 在那個 在2011年 我們韓國 他們的總統 就做明確的 呼籲 呼籲他們韓國的高中生 馬上進入職場 因為這個議會 我也拿去過 我也拿去過 但是 我們 肯定的政府 對這個可能 不去心境中 不知道說 我們進 台灣的社會 需要哪位 進 進 在我們基杉 你可以去問基杉 你最需要 欠哪位 欠水電工 土水工 汽車修復工 首先 都是欠這些傳統的 但是 我們現在 那個高中 高職生 高職生 大家 在三個 職業學校 他們學的 大家 都在科學生學 我會記得 我六十年代 我 讀這幾個 的時候 我們基杉高工 他不是不注重 升學 他注重的是 就業率 我會記得 我們一般的 他就業 我會去中間 我會去公養 我會去台北三養 首先 就業 達到八十幾趴 那時候 大家學校 是標榜的 是就業 不像 大家標榜的 都是升學 所以說 八十年代 大家什麼便 學校 都整個標榜 我的職業學校 我的升學歷史 如何都如何 所以這個政策 我覺得很奇怪 很奇怪 他說 職業學校 是在訓練 孩子 轉中 孩子轉中 你 我那天不問一下 他高級 是在汽車科 他去科技大學 在哪 在扶你 我聽著 要扶你 你知道嗎 他說你三人 那要怎樣 我們不想政府 三人 在培養 認 所以說 沒怪我們這幾十年 汽車修復工 屬性 真的不適合 我今天要標榜 他說 好 行啊 盲目的升學 有違背 以前 職業學校 他的主席 是哪 所以要標榜 一天 我他說 他說 我聽到 我們出眾主席的時候 他有特別強調 解決問題 誠實 面對 所以說 基本 這樣 2001年 他們韓國總統 也是解決問題 多管其下 處理 這個事情 我 我覺得 這是一個 真好 真好 我不想 教育局 法局長 你認為 這個政策是怎樣 主席 謝謝主席 謝謝林議員 林議員 剛才提到的 對於這些 憂心 就是說我們學用 沒有合在一起 然後這個高中時 畢業 大多數去升大學 大學以後 可能也不見得找得到 適當的專才跟工作 所以蔡總統 他現在提的方向 是18歲的時候 就可以做職業商的銜接了 然後也為他設立教育專戶 那這個非常好的方向 那我們現在跟這個 等中央政府做一個 整體的規劃 那地方政府就可以 積極來配合 但是我可以跟林議員 報告了一下 就是高雄市來說 已經是全國來講 我們在國中的時候 就推動他的生涯的探索 然後設立各種的那個 適應的生涯的班級 這種人數已經達到 一萬四千七百五十個國中生 佔的比例達到百分之十七點六六 這是全國最高的 就是做職業探索的 或者參與這個計值班的 或者參與這個產學合作的 人數其實是 這個這個我知道 我只能說 我以前沒有捨立國教 沒有要升學 我們就去用爺爺的專才嘛 這些人請坐 首先 本地 一個小孩 他有一個專才是最重要的 我相信 有時候你如果不太聽 道長在念 是他們也要幾位 特地公佩 特地公佩 有官的全職的指示 宅心養有宅心養 那個新郎台北有新郎台北 他所管理的 所以說 我們藍也是 藍也是說 個人他的專才是什麼 我一天看到的民事 總有我們的 那個 左營大道 有一個七百五十個 四十個 兩個兒子都鵝鵝鵝 但是 但是那時候 我聽電視在說 他本來那時候要特車 他爸爸說特車 有時候 有一定之常 你特車才重要 所以我把他送去 七百五十個 所以說你左燃大道 到那一天四十個 他也過得真好 人家說一支炒 一點路 所以說 我有時候 出了在基站 我會聽到 屬於是我 不太好 但是 我說我還要留小孩 學代 我小孩北極 北極就找不到 我為什麼 你們以前 會不用怕 這家家 之後 就去找到 屬於我們台灣的競爭力 你真的基層傳統的 人力 今天真的不夠 為什麼 但是 剛才局長有說 我們有安排 那是 人比人 人比人 他們的小孩有帶 我的小孩沒帶 改成感覚 改成 面前 都很失禮 所以說 學代 你不穿 給孩子 因為說 我借錢 那些好借 很大 所以說 這個政策 我想這個政策 我覺得政府 應該要改 要跟安安 蔡總統也有說 解決問題 誠實面對 我是說 拜託安安市長 如果他中央規復 這個問題 也提出來 首先 在2012年 韓國 就提出這個問題 不要讓孩子 一定盲目的去升學 我們跟孩子 因為 年輕人的未來 是政府的政策 你讓他盲目的行使 說真的 還不讓他一個方向 是政府的 不對 拜託市長 兩天去院外開尾的時候 這個可以提出來 再來 我要請問民政局 民政局 現在局長 現在那個副政在合併 我說 很多理長在問 我們的理 要合併 沒有 他的行程是怎樣 請指長回答 指長好 謝謝主席 謝謝我們 林議員 對我們 理學的 合併的關心 我想現在的 這個騎乘 會配合中央的 這個行政區 化法 來做這個訂定 因為現在 我們行政區 化法在中央 已經 我們希望 透過立委 希望他可以盡快 來幫我們做 這個條件 因為我們 如果貿然 就說 你的條件其實對我們的 市民朋友 是很大的 這個影響 因為 只要你的 新聞政典 你來改一個合併 你就有去十七 行以上的政經 都要改 發揮起來 那最多 都要成立 所以我們 配合中央的行政局 發揮起來 行程未定 是 現在的負責 是說 民論六位已經合併了 接下來 接的就是 基山 賴文 沙拿 河仙 負政事務所 對對對 負政事務所 我們現在有 加這個 比較少的部分 我們會漸漸 一間 一間 變起來 一方面 我們會提高我們的行政效率 希望可以透過 我們這個 合併之後 除了行政效率以外 我們可以 讓這個 因素的費用 可以更精簡 好 謝謝 謝謝局長 因為 我是在 民政局 我是允肅安教育局 因為 屬實 民政局 已經著手改革了 我們教育局 是不是對 小校 那些 無三好生孩子 那些學校 是不是 有計畫的合併 屬實說這個 合併 學校 不是在 波羅他們什麼 教育權 我請去基山 也跟那個 理長說 跟那個 教育 說 屬實 學校的合併 是對 他們的 教育權 對他們的 互動 真好 我請你講 有時候 一班的 孩子 三個 四個 老叔 在教 也沒有 心 因為 人家 老叔 沒有成就感 所以說 廢校 是一定 一定 要走的 所以說 那個 發局長 安妮 政委 發局長高 主席 謝謝主席跟林議員 林議員 在上個會期 也提到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們教育局 其實有一個 這個小校未來發展的 這個規劃小組 所以基本資料 都把它整理出來了 那目前看起來 我們大概在 四十個人以下的學校 目前是大概有八所 因為本身 教育 市政府就有一個 小校永續發展的要點 四十人以下的學校 我們就考慮 它的學習不利因素 它事實上 應該是要併入 臨近的學校 那我們就要開始 進行規劃 那主要是要得到這個 沒有行程 行程 這個行程應該就是在 今年進行規劃 好 謝謝 今年就會進行規劃 謝謝 我是覺得 不是說要剝裸他們是什麼 但是 我所知道 因為我們技術團 很多人 很多人 很高興 但是我們配套 做得很好 每天就有車 給他們再來 原潭國小 尤其 經過三個五個 五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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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 四個 五個 三個 四個 八個 五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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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打拿球也有對象啊 要拔河也有對象啊 他們互動的能力 隨時的能力 我相信一定會增加 所以說我們像是走這個方向 去跟他們的理長 跟他們地方的人數解釋 我相信他們一定接受的 但是前提就是配套 一定要做得好 我們把他們應該 給他們的配套都做得好 我相信 地方的翻大 應該不會太大 所以我們要拜託 局長再努力 所以說這個 民政局 跟副政和合併 生死生一個主任而已 他要想 一間學校 想基本的要十三個 學長三個主任 工藥 豪叔 六班的 極任老師 專業老師 想基本的 麻雀水小 武藏俱全 想這要十三個 如果這十三個 一個工藝 做他的配套 我想我們的經費 足足有餘啦 這個 可以左手 可以思考 所以 也是為了 孩子 兩天 他不會 因為水水能力 大家互動很好 長大 他的抗壓 也不是 孤僻啦 我也覺得 又很好 還有啦 那天 我們 我們教育 教育一個工作報告的時候 我聽了很多議員 在說 高齡的事情 所以我聽了 我都不敢去面問 我知道 屬於我們的高齡很少 要付配到我們偏鄉 屬於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我今天那六個 我聽了六個 很多人在那裡說 因為六個高中 他長期來 回去 發電橄欖球 說真的啦 在二十幾年來 完全沒有教練 都是 都是 議員生的 他一天讓我去啦 他說 我們的身體也不錯 屬於我有問 我剛才就在我號碼 問這樣就完了 他說 我們這高雄區的橄欖球的教練 可以說八聲 都是以前 六個高中的橄欖球隊出來 但是 還在發電 他們 含一個體育班也沒有 那天 他們的高連 跟他們的主任 跟我們平衡 他們在那裡說 他說議員 拜託一下 我們沒有 要求高連 我說要求的 是不是 我們六個高中 可以成立一個體育 支援班 讓他們 分好一個 基本運動的訓練 我們第一次元班 我們是 改成 一個禮拜 跟他們補佐 他們十節 十節的課程而已 所以 六個高中 屬於他們的性質不錯 如果看這裡他們的冠軍 他們冠軍的 在 是 高雄縣十六十八十九二十 包括 我們合併之後 在那個高雄市市攬盃 國中余主委 還有 國中女子主委 還有 我們一百公三年 我們市長 跟我們求的社會主委 都是 冠軍 我們 鄉中央的 就是 他們 都 求那些好性 都完全是 我們 六個 保來 武林 突然 配鄉地區 那些小孩 那些小孩 所以說 要來拜託局長 是不是 可以考慮 包括 保來國中 我們的集中也不錯 不要啦 你想我們基山 我們古山國小 軟毛 也打得很好 也像一個國手 那基山國中的 跆拳道 也很好 但是 但是 完全 目前 都沒有高聯 剛才有 武山國小 我們中央 派一個高聯 那個高聯 還要附這個國小 還要附這個國中 所以說 現在 要來拜託局長 拜託局長 是不是 他們六個 他們的要求 成立一個體育資源班 我們可以來幫他們集完 可以嗎 請到局長 來 局長 交付 好 謝謝林議員 對六個月高中 這是我們比較偏遠的高中的關心 六個月高中 本來就是橄欖球是有體育班的 他為什麼會停掉 轉為社團 就是因為最近連續三年的招生 都不滿10人 才在103年 停掉 改為用社團的方式 那現在是有兩個教練 等於在協助的訓練 那林議員提到這裡 我希望六個月高中 就他們自己的體育發展 應該有一個中長城的目標提出來 那他是用資源班的形式 還是用社團再去發展 在這個過程裡頭 教育局都會另外補助他經費 就是教練的經費 希望設一個體育支援班 高年他們不敢奢求有教練 但支援班 因為那時候有一個技術在那裡教 我們幾個減減 給他一個 四個月一百十千 對於這些六個月高中 畢業的橄欖球的這些義務教練 我們會給予他們支援 讓他們可以把社團先帶起來 好 謝謝 謝謝 再來 我問農業局長 台灣有那個糧食危機的機會嗎 請局長答悟一下好不好 來 局長答悟 好 謝謝主席 謝謝林議員 目前台灣的一些糧食的 分量呢 還沒有符合聯合國的農業組織的規定 請問一下 因為我比較為了問這個問題 我在我的記憶 在民國的101年 我曾經也問過這個糧食的危機 因為這陣子我去六個 有時候在你們那裡 看到了奶漆 都沒有生 雙子 雙子 雙子雙子雙子 雙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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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在那個過年那時候燒我一個較強的寒流 就把我們基山地區那個農作物 包括養來 我們的漁業 大家摧毀到那裡嚴重了 金釣 整個都當生 所以說金釣那時候我起到七八十塊一公斤 我們的麻煩 今年啦 台灣兩聲 我今天說今年最好 有人收到四十幾塊 奶漆 我那天去 去廚房 我說你們才會跟我們等住宅 他說福報就落 奶漆就落了 所以等住宅 不然他們進了四行營的時候 阿廚房 奶漆都沒有了 阿廚房 說阿廚房 說阿廚房 阿廚房 可以整片一兩公斤 和一片就沒有了 齁 所以說這 他們去哪呢 今年的米也很貴 本來米這樣一斤一百塊 現在的米 差不多一斤兩百塊 差不多兩百五 因為就是氣候的面前 那裡 因為那裡的寒流 他們去開火不正常 又落這裡 讓小包 冬天落這裡 讓整個火 整個溜溜溜溜 所以說 小火而已 小火 小火 一個考驗 我們基山地區 那裡的農作物 完全毀滅 所以說 我是在覺得 為什麼會遇到糧食的危機呢 我說 今 現在 國全球的氣候變遷 哪一個 較嚴重的 天災 還是較嚴重的 漢災 台灣 要怎樣 有時候 現在 全球的氣候 以前 有時候說 異常 現在異常 已經變成一個常態 就是這樣 你看 今年 寒冷 我請問一下七八十歲 他說 他那麼多歲 他也看到 我們今年的 冬天 有那麼多 因為冬天 有那麼多 所以說 開火不開 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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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頭 整個血本無歸 所以說 我要問 蔡局長 我們台灣這鳥屍的自給力 是多少 我們的庫存量是幾天 台灣 這修根的面積是多少 現在 我們那個工期 生成修根的面積又多少 我們可以掌握那個修根的面積 可以掌握我們自己利用的 有多少 請答覆一下 蔡局長 好,謝謝主席,謝謝林議員 我們臺灣的糧食自主率 差不多有在百分之33到34左右 百分之33到34左右 那麼我們的糧食的安全庫存量 目前的,以臺灣來說,差不多有三個位 另外就是我們中國 你剛才說過,我們高雄區修更免費 我們應該要這樣說,有要兩期修作的 在這裡特別要跟林議員報告一下 因為兩期,以前在一百年的時候,兩期都修作的時候 我們高雄區是將近一千九百七十公圈 但是到一百坑三年一百坑四年 我們一間港來純七十公圈 就是說我們的土地佛法令,達到百分之96多 這是很可惜的事情 因為這部分,很多年輕人回到我們高雄 還有一些野好朋友們帶回來 這才把林議員報告一下 所以說,目前我們高雄區可以做的 剩下的差不多可以七十公圈 在這裡就讓人可以做給人 心情 好,謝謝 主席,我是來問為什麼呢?因為 我看到的,因為頂便糧子的危機 我以前跟蔡司長討論這個問題 但是,現在全球暖化 你看,這個冰整個都很嚴重的事情 這水的問題 淡水水的缺乏問題 這也是公斤的啦 我們前兩年,我們現在也是漢災啦 大家在沒水的時候 那這鞋子 一天我去撈攏 那鞋子,真的沒半顆耶 我整個撈攏都沒看到鞋子啦 不然以前金融、相親時 完全都沒看到鞋子 我是所要表明的 主要訴訟是說 我們這 我們台灣那時候 它的一本測試 我們可耕作的面積差不多四十二萬公斤 但是新清修根的差不多是二十七萬公頃啦 但是 我們每一年 我們賃口的玉米啦 差不多是四百至五百萬噸 這些的東西 就可以足足夠我們台灣 來賜賜、賜賜啦 所以我說 我們台灣是為什麼 不要來鼓勵這些修根的 來轉做 玉米 來補助他 政府 政府 以前都一句話啦 因為外國的東西 比較適合我們 賜賜賜賜 但是 你修根 要補助那個錢 是不是 來補助他 那個賜賜的 足足有餘 第一 我們還不用摸那個 糧食的危機啦 我們這二十七公頃的土地 屬於可以製造 玉米 來賜我們台灣的秀募業 足足有餘啦 我在問局長 是說 我們可在利用的土地有多少 因為我們公司都在標榜 叫做年輕年標榜計畫回來 但是 很多人找不到 是不是 我們可以作為一個土地銀行 把那些 既然你要修根 OK 但是 全人給高雄市 農業是管理 要讓農業管理也好 農業管理 有兩年輕人 他想要做的是 找不到土地 很安心請 我們可以給他做啦 你看台藏的賜貨 你知道嗎 我們這道 本來這道的地價條件 本來你看看 他們二十二二四八啦 那天有一個來找花啦 他說 我買台藏的那些財金 它是貴那麼多啦 你想 營養百分之十的那個 那個儲率 我們的地價條件 三分之一 他們的財金也 最高的三分之一啦 雖然說 我們農民也在愛 那些年輕人 愛到像金子 但是 台藏的說沒辦法了 我就照這樣走 所以我主要訴求 我們把那些修根 會好啊 再利用 來做這些年輕人 比較修的 讓他們有一個機會 這樣很好啦 有時候 我們現在整個 跟政府 整個 那個修根的政策理由 都說 外國的東西 比較少 但是我最煩惱的 我們的台藏 以前這樣做藏的時候 我們的成本 23塊 他去外國買 13塊 但是13塊 他們回來還要加工 我相信 剛剛的成本 也要五六塊 但是他們沒想到 後面富家 我台藏 有在營的時候 我有在剪 我有那個 土廠工 那些人在剪的工 有很多農工要做 他在普通的時候 有很多用湯的工要做 在車棟的時候 有很多文殊工可以做 他們沒去想 就可以帶動我們 所以說他們只會看表面 但是有些工 如果全球出現的天災 一個糧食危機 我們會賺錢 沒得到 所以說 有些政策 政策有時候會 腳無疑 就是說 現在 有一個新的政府 我拜託 市長去開花 是不是這個政策 我們要修改一下 要修改一下 那些事情 還要修改一下 再一次 還要修改一下 那些財務 這個沒什麼事情 但是 那天 我在那邊 每一檔的 我剛才 看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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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警察局 在那邊 他說這個10年就可以 每一檔 這樣的老農家 他 他最一兩 像我們 這條 岐蘭公路 這個公務局 這個所謂 這條旗爛公務局是台幾線 台二十九 台二十九是一條線 台二十九是一條線 台三線在哪裡 台三線在高雄市區應該是 台三線是屏東 通常來問南華 這條以前是台一線 其實人家說現在該台二十九 請坐 每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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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 每一邊 那邊 那邊 公務局 陳局長 我就講了 我們局長 你們的順順 應該要把 河川曲翻譯 他這個水檔 如果 你們這裡 派他 你叫河川曲 要賠 要賠 因為 他不拉紙 他不要把他拉紙 如果 他把這個 把這個 拿掉 甚至他會拉紙 拉紙就不會去找到 我們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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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台線 台二十九 旗蘭公路 這個旗蘭公路 其實 如果回到他 對我們 高雄市民 為人家靠的人 真的不方便 有時候人家 要回到他 也不方便 一定要再找一個 找他 真的不方便 我說 蔡局長 你去 你去 去 你建議一下嗎 好 局長 謝謝主席 謝謝林議員 那這個狀況其實 已經在 高雄市的這個 這個轄區裡面 多年來都是這樣 那 過去曾經有跟 那個 公路主管機關 或者是 氣候局這邊有建議說 是不是做一個 突體 就是人家說 要在水擠這樣 讓水沖過來的時候 不直接 這樣 變成一個攻擊面 那後來這個部分 也沒有去做 那個中央單位 也沒有去做 研議 那我是 那個議員這個建議 我們會跟 氣候局這邊來做反應 因為 下半段的 這一些輕域 目前其實 其實都有在做 但是輕域的量 盡量朝向 河道的中心 盡量朝向 河道中心 未來是把這個 深潮的位置 往河道中心去移動 以前 以前在這裡 輕域 這裡面這裡而已 這裡整個都沒有 我說 因為把這塊 這塊 把這塊拿掉 是不是 他的河道的滴滴 河道滴滴 就不會沖到 沖到 沖到台式有限 齊蘭公路 每當的 每當的 每當都在修理 鑑定 他要維修 這個很多年 當就在修理 特當就在修理 特當就沖廢 齊蘭公路 我認為說 建議 像開這個 屬性真的不應該 你可以 你可以提供 你會提供 防禦 你要防禦 把這個 拉紙 拉紙沒有困難吧 齁 我們把局長 跟地區和安局 大家稍微參加一下 齁 是不是 因為這個很優秀 啦 首先 你如果一年沒清 就都要優秀 這麼多 啊 這麼多 你在那個 加仙路這裡的水很強啊 加仙路這裡的水很強 都包括 那些 美容客的水很強 啊 整個一定 沖外 齊蘭公路的嘛 齊蘭公的沖廢 我們 鄉親要回去 屬性對 那些鄉親 真的 很不便 真的很困難的啦 所以拜託局長 把他們建議一下 拜託局長 在中央宣 跟水利署 也就把他們 拜託一下 建議 好 謝謝 好 謝謝林吳寶議員 今天議程到處結束 三位